大力的掌聲 請大力的大力的掌聲 你好 左眼沒事 你想說 右眼有些不適 不宜戴Con 因此只是左眼戴了一隻眼鏡 對 大家反應我 雖然大家坐了這麼多排 但我眼睛是同一排 要給黑群掌聲 感覺一下氣勢 很大聲 剛才下面有個西人走上來 說你很吵 你很吵 你很吵 是嗎 對 因為那些掌聲很厲害 什麼西人 是一個住在香港的西人 聽到這些掌聲 就知道了 他真的沒有聽過我們這一點 如果他聽完之後 心情就會平和 沒錯 當然 剛才談了很多 不過我找到一些新的問題 想問問兩位 哈勤和小雪 其實究竟什麼是Hifi發燒碟 一般人對我來說 當然是用最漂亮的東西去做 難道我做普通碟 我就是用差事去做嗎 沒有理由的 我可以解釋一下嗎 其實Hifi發燒碟是一個統稱 在我們來說 其實聽音樂是一種享受 都很希望 大家真的 其實他眼紅了 一會兒大家有機會上來見到他 其實大家也想 放到CD裡 聽歌 都很希望可以得到原汁完美的享受 就像哈勤這些那麼有心 就是為了希望大家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他唱的歌 和感受到熱情的氣氛 所以特地去做一些Hifi發燒碟 讓大家可以享受音樂 大家其實可能都會奇怪 我家的機器不是那麼厲害 要買Hifi發燒碟 其實不是 你一放進去 你任何機器 就算是電腦 你都聽得出有分別的 這就是他的高清原音之處 當然 在過程中 無論是壓碟、錄音、製作 都會比較上用一些上程的器材 阿哈勤 不知道你自己是怎樣看的 如果你的指標是一隻Hifi發燒碟的話 在你的唱法上 或者在器材上 在所有音質要求的嚴謹度上 都一定不會比很多唱片提高 所以在唱法上 其實也有一些挺大的改變 很多時候 之前有一些歌的位置 例如一些高音的位置 都需要有一些單田 就是這樣去 但是由於很埋咪 和很想要掌握多一些呼吸聲 等等 就可能沒有用了這樣 沒有扎行馬的唱法 就變成一些很柔軟的喉嚨聲 一些半真假的音 聽起來就會不同 就算同一首歌 一千來一夜或是藍耳亮也好 就會跟之前或一半的唱法 就會有一個挺大的分別 因為Hifi 其實很多人忘了 那個定義是盡量聽到一些 原汁原味的東西 當然譬如現在 錄唱片的技術 很多後期的加工 如果你當那些是一些微精的話 Hifi就應該盡量少下微精 或者希望如果沒有就更好 都希望可以 錄音室的效果完全翻出來 都是一樣 因為有些人 就覺得有和音 不是大Hifi的 曾經我們聽過 有一些這樣的講法 譬如我們做到這一首 和癡情意外的時候 我們就面臨一個抉擇 究竟我們擺完 還是不擺留 最後 其實剛才大家聽到 所以為什麼我說 聽多一會 其實大家聽到很明顯 一開始我們已經是 double track 有一把主音在這裡 另外有一把是唱unison的 即是同一樣的音 我們就在這裡 到唱colors的時候 再加多了很多的和音 在上面 因為其實我們聽回 譬如其實 若哥那年之前 玉智浩爾也推出了一支 類似的碟 其實我們相信 他推出這支碟的時候 他沒有想過 原來變成香港的 所謂的一支 Hifi發燒的天碟 其實他也有和音 所以我們終歸就決定了 我們也為了歌的動聽 的程度 有放在這裡和音 今天大家就可以 試聽到 Hakken這張唱片 以及在這個 這麼漂亮的 Hifi系統 就可以知道 什麼叫做 Hifi發燒 因為上一次演唱片 和演一和二 是很大堆頭的 很多樂器 我們銷售過 甚至乎 演唱片的時候 把整個錄音的基地 都搬到韓國去做 所以我們這次做的時候 希望用完全不同的 處理的手法 所以我們選擇了很多歌 都是很少很少樂器的 剛才聽到此一段 結果其實算多 以及聲音已經 不是放得最前 可能一會你會再聽到一些 把聲音放得再前一些 或者因為再少一些樂器 大家會聽得再清楚一些 感覺上好像在你耳朵邊唱歌 所以其實在錄音的時候 我呢 我也要相應地有一個 有一個不同的錄法 因為很接近 好像吞了一支咪 那個感覺 變了很多東西 譬如以前習慣了 當高音去到那些位置的時候 就紮行馬 在單田那邊來 那些習慣了的做法 其實就不能放到這個程度 其實這些東西醉行的 就已經是沉默的眼睛 那個聲音 就是醉行的了 其他的就 盡量 就算是唱到一些高音的位置 都是用一些 比較柔和的 tone 比較一些 判真打音 去取而代之 因為你這張唱片 就選擇你自己很喜歡的 玉智浦爾先生的作品 選擇的時候 其實很多歌 究竟你是如何篩選的 純粹是我個人喜好的 純粹是以李克勤的個人喜好 情意結是先擺 所以我們一種選擇的 其實是沉默的眼睛 為什麼呢 就並不是和今天這一種有關係 其實主要是因為 我二十年前 我聽《勇志浩爾》 即是《安全地帶》 那張五個專輯的時候 其實我最喜歡的東西 那個叫Friend 當我想舉手 我要改編的時候 已經給其他歌手 就自助選擇 所以說 原來我二十年之後 有機會再做一次這件事的時候 所以我第一種想起 就是沉默的眼睛 反而校長的走紅色的心 就是最後一種 我們決定錄的 我們不是不給校長 是 是因為想離開一下子 而來而已 最後我們覺得 如果你要錄一種 這件事是和安全地帶 有這麼密切的關係 是絕對不能夠毀了 學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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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知道 如果有些有關上的 智力的學位 應該會知道 其實這件事是他們的 成名作的 不應該沒有學生的心 我想問一下 其實這件事做的構思 是否一早已經開始 一拍板就已經 一定要拿出全 安全地帶的歌 出來唱的 其實一開始不是的 其實一開始 你知道我們現在的 這場戲好像不像 老闆 我也是問過這個問題 你這樣變得行不行 他說 你一踢球 場場都唱不同的陣肉 所以我們本來這件事 最初的構思 是有新歌的 有新歌和有舊歌的 所以大家在電台 聽到有前進的歌 到我們做舊歌那邊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監獄 有Alex Wong 你們就說 我們在舊歌的部分 大家寫出來 看看我們想唱什麼 那一寫出來之後 發現原來很多都是 安全地帶的 唱歌 你會知道他們很聰明 咦? 這個有商機 聽到一些淺色 聽到一些淺色 不如你把新歌 放在一邊 遲少後才出 那我們就出一張 全安全地帶的 對 不用擔心 那天前進 我們會 9月左右 會有一隻全新的EP 就會將新歌 放在一起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 2013年 不會沒有你黑琴的新歌 當然 今年除了說 這個安全地帶的改編 之外 我們還會有剛才說的 新歌的EP 還有10月的 是一個非常之勤奮的一年 其實我想說 如果剛才說到這裏 就是說這張唱片 其實有很多的頒唱 其實都不是的 剛才我們在第一輪的試聽會 沒有聽到這首歌 什麼歌? 這首 句號 其實某個程度上 這張唱片 是一首新歌 你們不如解釋一下 其實這一點 我們一直做的時候 都懷著一個很開心 很興奮 因為做一件我們很喜歡 很想做的 但是我們唯一面對一個最 棘手的問題 就是歌詞 因為有些歌 在20年前 你可能覺得歌詞部分 寫得非常好 很動人 很適合那個年代 但是把同樣的歌詞 放進去2013年的時候 大家就會發覺 咦? 好像有點怪怪的感覺 嗯 那麼 句號這首歌 其實本來 就是屬於夏兆星的 他叫做《路中情》 聽到《路中情》 就是跟一條路有關係 就是夏兆星是一個很搖滾的歌手 所以 飛著一架車 說他的《路中情》 是跟他的形象很貼切 對於我來說 就是有一個 現在我唯一的路中情 就是之後六點幾次 送我兒子上學 所以 現在2013對於我來說 這份歌詞好像不太適合 但是我們又很喜歡 那首歌的歌曲 於是我們就找了陳敏謙 寫過一份重新的歌詞 大家剛才聽到那個chorus的部分 如果是在一個普通的唱片裏 你已經聽到我的 你看到我的青筋已經飛出來了 好行 然後就 現在就要用一個很不同的方法 按住 不要讓它爆出來 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很不同的表達方法 另外就是大家剛才聽到的 那部分其實是來自一個十二歲的小妹妹 這次其實在這條裏面 都找了很多的一些非常年輕 但是又對音樂 又熱誠 他自己又有潛質的一些學生的樂手 例如剛才聽到痴情意外裡面的一個 一些催口 都是來自一些學生的 剛才句號裡面的鋼琴 也是來自一些很輕的學生 其實我們與其說是一個混音 我們這次因為劍子 Hifi的方向 我們似一個平衡 多於一個混音 因為其實這次很少樂器 嗯 想有那個好像大家收到Demble 那時候的感覺 做這個演奏廳 和這一次的唱法 會不會其實真的差很遠 很遠 上一次 當然最初構思的時候 演奏廳是有很多激情的歌 那幾隻都是一些澎湃的東西 難度的東西 摘行馬唱的 最初的時候已經遇到這樣 還有有一個感覺 那時候我記得趙真希和Hody 很多陀國說 好像是你的聲音和樂手 大家在比拼著 要有那個感覺 所以方向很不一樣 這次是很少的 和很軟的 有些歌明明是你會覺得 如果是之前 可能是大會堂演奏 那種唱法 但這次就會用一個很柔和的感覺去做 嗯 復刻呢 其實一開始 你也知道 一說到改名 就是前面有很多人 倒一些名字出來 包括了我們這個偉大的林海鋒先生 大家覺得這個唱片的風格是怎樣 漂亮吧 很難得把一個這麼漂亮的 也這麼漂亮 他的秘密就是這裡 所以所有不是那麼漂亮的男士 只要你想漂亮 如果你結婚 花得錢的話可以找林海鋒的 可以幫你拍一齊很漂亮的照片 那麼 他 其實現在大家看到 在我背後就有一朵 你覺得是什麼來 好像是花 這一朵一定是花 其實本來他的原意就是 因為我們hifi的點 本來他的原意就是 有一個紙去做一個 或者接一個喇叭出來 嗯 我們做不到那二十多萬的喇叭 但是我們去接一個出來 他接得漂亮得那個感覺 就好像一朵花 於是他就想了很久 我幫你改了一個名字叫做 油花園 其實本來我是可以的 但我怕大家誤會了 以為是周開光 或者是迪偉出地步 是他們出地步 是 我怕有一點點害怕 而且我怕港台不播 對 講一講一講 我們出電影公司的同事就說 不如叫伏黑吧 你們的櫃台也有一位同事 雲尼 是啊 好啊 好啊 其實他很喜歡改名 例如我們那個 李克勤演奏廳就是 雲尼改的 是啊 是啊 原來不少的名字 都是你們將來改的 哦 是啊 原來是秘褲改名的名字 大家看到當中的玄機嗎 其實 你們知道嗎 我想他來到才知道 他告訴我 是一個H 哦 還有一個H 哦 哦 哦 大家都交給你 我個人比較實 所以就有一個實 哈哈 那一畫就是 那一畫就是男性 我想大家都應該 很有感覺 就是一千零一夜 有個朋友一定會問的 那就是 就是這首歌你之前唱過 那現在再翻唱 應該用什麼角度去唱呢 其實呢 我都不 如果不做這一點 我真的不知道 當然做了很多這一點的訪問 之前 原來他們幫我計算過數 原來我是全香港改 安全地大國 改的最多的歌 哦 是啊 是啊 那為什麼圍道士會 只會選這兩題 其實還有一些我們想選 是啊 只不過其實也是歌詞的問題 譬如 都想在一些東西裡面 有一些稍微有一點節奏 雖然我們都是 用很軟的工去做 譬如我們一早已經想選 《夏日之神話》 畢竟因為都是安全地選 嗯 那就 當我們博取想做的時候 就發覺裡面 歌詞好像有些問題 就是當時我青春少爺穿短褲 搶著歌 就神話中相傳 一個小公主 當然也很貼切 是不是 就是現在 是不是那個 底部也有些 卡嗎 就是卡卡的 很多位置卡卡的 我相信一直有按摩 在一個演唱會裡面唱 就應該問題不大 就是當作一首經典歌 但是如果再翻錄 和我們這次的處理手法 都很成熟 這個編曲 就好像不太適合 所以就變成只選了《一千零一夜》 和《南月》 但是《一千零一夜》 其實因為經過了很多年之後 大家 不需要擔心 那個 你會不會和以前那個 會不會想多了 或者 會不會刻意做的事情 和以前不同 其實那個答案 是不用刻意 都會有很多事情不同 因為其實 聲音也不同 編曲也不同 整個感覺 或者很老土地的情華 也都不同 唯一一樣 就是那一層鎚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怎麼改 都沒有問題 但是唯獨是 一定要保留原本的味道 這個 現在大家聽到《一千零一夜》 就是 我覺得幾包含了 這一張 即是《伏黑專輯》裡面 那個主旨 就是你有唱的味道 有保留原本的歌的神緒 但是有新的編曲 一個不同的唱法 大家聽這首歌 其實就能夠達到出來 明明之前是三個字、兩個字、三個字 現在又可能變了兩個字、三個字、兩個字 在詞語上會有幾種不同 因為其實對於每一句 你那個看法 或者經過了這麼多次演唱會 你也有唱過 其實會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或者每一個字 其實那個發音有些不同 就是那些花 那些可能跟以前很… 連那個雕字都不同 不是 其實很多字的發音 或者那個噴氣的漢式 都會有很不同 要因應一點點 當然 很多戲的聲音出來了 阿琴 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會不會錄到 這些發燒點錄到上癮的 即是說我再出一定要發燒 因為你已經聽慣了這些 這麼高級的聲音 不知道的 一點不知下一隻電視 現在 每個人都… 對 全部都賣完完 對 行飛行飛行飛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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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重要是散吹 對 散吹也要有一個特定的方法 其實很簡單 只是說好的話 對 散吹那次 其實說到 剛才阿小新的問題 發燒點 其實我覺得是 就是 看看能否想到一條 招去做這件事 對 對 因為除了演奏廳一和演奏廳二 當然那時候很好買 為什麼一直都沒有演奏廳三出現呢 其實是因為真的都想不到 演奏廳一就是這樣做 演奏廳二將整件事搬出去環國 演奏廳三是否要搬去非洲做呢 不知道打破不了這個框框 那就不要做了 直到隔了這麼多年之後 我們又覺得 我們很想做一種安全地帶 這樣的鏡點 不如我們又要用一個 HIFI的方向去做 或者下一次 看看我們又想到一些什麼 我們要復刻譚詠麟 可能 唱了戲 靠了一段時間 不然很快 復刻譚詠麟十月要去做 要想到一種新的想法 才可以去做 而且Hacken很有心在很多本地的樂手去做這個樂手 去演奏 為什麼有這個想法呢 其實 香港歌手來的 一定是搬去環國族 我覺得 既然 今次 我覺得 想做一個挺香港化的專輯 所以 絕大部分的樂手都是香港人 包括一些專業的 例如Joy Tang 或者Wan Lee 這些高手之外 我們剛才聽到 一千年以後 就是Danny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吉他手 其實我們這次也找了好幾位 是一些 他正職是學生 甚至乎最小的是十二歲 我會覺得 希望 令到這件事 有趣一點 沒有 我又不敢說 我要給一些機會 新的 沒有那麼嚴重 只不過我覺得 既然我想做一種很香港化的 場面 我希望每一個級別的音樂人都有 當然 一個十二歲的小朋友 就不會給一些很難的事情去做 唯一最大的不同 就是 書文錄的時候 所花的時間比較長 那可能 譬如 舉例一個很專業的彈一個鋼琴 可能他45分鐘已經踢完 可以離開 還可以吃火腩雞肉 但是 學生可能要踢五個小時 六個小時 因為他不太習慣錄音歌 那個過程究竟是怎樣 所以這一方面 真的是用的時間 讓我唱 其實唱片公司都可以 因為做Hifi唱片 其實成本 比一般唱片高很多 這次也拿了唱片 去德國 去壓制 其實在德國 美國 日本 分別是否很大 你可以告訴大家 所以這個 可以拿去德國壓制 因為他們的壓制技術 會給其他國家有些好處 所以 壓碟來講 也很影響一隻碟出來的聲音效果 所以壓碟這個環節 所以為什麼會做Hifi 其實都是因為 所以希望想 點錄音出來 本身的Fifi是漂亮的 都可以 給到大家 主要是 因為環球給多了錢 你不可以嗎 他不可以說不值 他不可以說不值 Hugger 其實都希望大家 買唱片 就不是去網上下載 雖然網上下載 但唱片公司有錢收 對 合法那一隻 合法那一隻 但是 我始終覺得 有一個產品在手 雜誌還是一樣 有一個產品在手 這件事會 好似圓滿一點 對吧 在這個時候 再請大家給予你的掌聲 給予你的掌聲 我可惜 先離你的眼睛 真摯熱我 再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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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敷意